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邱世民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掌握这一节的新闻重点 为了培养学生技职专长 新北市积极推广技职教育 每合业界资源签署技职教育扎根计划 直接带学生到职场增加实务经验 长期关注独居老人弱势家庭的华山基金会 明年即将举办第28届韩式尾牙 邀请艺人陈德烈和又童位独居长辈准备餐点 场面温馨 人力银行调查8成2上班族 不等领年终就想跳槽 已有8成5企业已经在年前增才 因为零后期会和薪资不会太好 所以宁愿放心年终提前卡位 过去升学主义时代造成高学历高失业率 如何在求学期间让学生培养专长 顺利进入职场成了推动教育的关键 新北市三年前就积极推广技职教育 现在更没合业界资源 签署技职教育扎根计划 像是营建业就直接带着学生到工地 学砌砖油漆增加学生的实物经验 戴着工地帽拿起刮刀 这群德林科技大学学生 仔细填补砖头监控系 盖房子砌砖动作熟练 另一头瑞芳高工学生粉刷墙面 同样展现专业 新北市推广技职教育 不只有课堂练习 现在更和营建业合作 让学生直接到工地 跟着老师傅一起做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以一个营建新编的角色 可以实力到工地去做一个实习跟传承 我觉得那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 让他能够不实的了解 我们目前这些业界的一个脉动 能够让他学到的能够收拾他学用诺差 加强产学合作 让学生在学期间就能有实物经验 希望在毕业后和职场无缝接轨 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代表市府和业界 签署继职教育扎根计划 选在卢州仁爱停车场工地 直接进行P2 砌砖和油漆教学 透过做中学提高学习效果 能不能在学校就已经可以有实物的真正的实习 毕业以后不必再来 跳脱既有的升学框架 新北市积极推动技职教育 现在更主动媒合产业资源 协助业界发掘人才 也鼓励学生适性发展 为将来进入职场提早做准备 台北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导 有一种先天性的罕见疾病 因为一出生神经管闭合不全 连带影响到骨骼和神经病变 临床上称之为脊柱裂 这些患者有些无法行动 有些得靠倒尿来排泄 生活相当不方便 但外界对于这种疾病的认识有限 经常投以异样眼光 而为了改善脊柱裂病友的生活品质 新北市政府协助拍摄影片 同时整合医疗资源 由专科的医师同步帮病友们看诊 因为患有脊柱裂影响到泌尿系统 今年18岁的一针 无法像同学一样正常上厕所 得靠倒尿避免感染 同样为病情所苦的 还有35岁的小草 出生时就无法行动 终生得做轮椅 极助裂是因为先天神经管闭合不全 连带影响骨骼和神经发展 每位患者症状都不同 有的外表看似正常 因此旁人常投以异样眼光 极而往往是医疗体系 和社会福利下的边缘人 加上世人对这群的孩子的接收度不高 以及对疾病的了解也是严重的不足 而往往导致霸凌和异样的眼光 要让民众更认识极助裂 新北市政府找来导演拍摄纪录片 另外也整合医疗资源 星期五下午在新电磁剂医院 开设脊椎整合门诊 结合泌尿科 骨科和腹健科医师同步看诊 提供妥善的医疗照顾 同时也成立全国性协会 集结社会爱心资源 改善患者生活品质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些医疗的整合 社会的爱心 大家的关怀 以及政府的努力 我们这样子让鸡儿们能够未来 在医学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发达 大家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之下 让鸡儿们能够有最好的生活品质 通过整合性服务 让外界对脊柱列多一层了解 进而关怀周遭的病友 也希望健全的医疗体系 减轻脊柱列家人的照顾负担 台北大台北苏维新闻 邱世民财保报道 新北市如州分局 查获了一间以铁皮屋为掩护的职业大赌场 除了将赌客及负责人依法送办 也报请了新北市公共安全联合机查小组 执行强制拆除作业 展现维护治安的铁腕作风 防止不肖业者有机可乘 来来来 你要紧了 你要紧了 坐回去 我们坐回去 我们坐回去 警方破门而入 赌客惊慌失措 全都低头认栽 鲁州分局最近在鲁州永安南路 一处铁皮屋内 查获张姓男子经营的四九职业赌场 当场查扣赌序及赌金 针对张贤利用私自搭建的铁皮屋 作为职业赌场 严重扰乱社会治安 鲁州分局除了依法送办外 也立即报请市府 执行强力拆除作业 展现治安临死角的铁腕作风 在鲁州区的永安南路 有查获一间铁皮屋 以铁皮屋为掩护的一个职业性大赌场 那当场有查扣赌支有123万 抽头金有23万元 那赌客跟负责人全部都移送法办 来依法裁决 那针对这个违法违规的一个铁皮屋工厂 那本分局也立即提报 我们新北市政府的公共安全联合机查汇报 来那个为防止它死灰忽燃 来加以那个强制拆除 为了有效铲除危害治安的毒瘤 针对影响治安及公共安全的场所 一经警方查获 新北市公共安全联合机查小组 就会执行强制拆除 在此也重申 针对这一类的违规违法的一个 那个场所 那本分局也那个秉持着一个 铁丸的一个政策 那急报急拆 那希望那个这些不法的业者 不要再有那个侥幸的心情 年关将界 不孝的赌徒蠢蠢欲动 都想经营赌场趁机大捞一笔 赌座分局劝告业者切勿心存侥幸 以身释法 也呼吁民众如发现赌博场所 可立即拨打110 向警方报案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在国外每年11月第四个礼拜四是感恩节 而在中国文化中也有感恩的时刻 像是每到农历年前 许多企业都会举办尾牙 犒赏员工一年来的辛劳 长期关注独居老人 弱势家庭的华山基金会 也正准备明年即将举办的 第28届韩式尾牙 而艺人陈德烈也共襄盛举 和幼儿园的小朋友 一起为独居长辈准备餐点 场面相当文心 将切好的南瓜一片片放入锅里 美食节目主持人陈德烈 教幼儿园小朋友 如何做出好喝又健康的南瓜汤 庆祝感恩节 接着请独居的爷爷跟奶奶享用 老中幼三代同框 浓浓祖孙情流漏 让人感动 感念长辈们的年轻实惠社会付出 许独居饮法族一场温馨团圆饭 全年提供对失能失智 失忆老人免费关怀房市的 华山基金会 也宣布将在明年2月4号举办的 第28届韩式尾牙活动 正式开跑 感谢尾牙敲锣 那我们每一桌呢 任桌的部分的话 一桌是5000元 然后一个红包是500元 希望长辈呢 在过年的期间呢 可以就是有一个平安红包 好过年的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说长辈在过年时候可以感受到社会给他们的温暖 常年服务经费的部分呢 我们赞助一位长辈 一个认助一个长辈的话是1250元 因为有您 因为有您这个活动 1250 所以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 捐每个月是1250 来帮助我们常年服务的长辈 目前华山基金会已经在全台湾成立381个爱心天使站 每年岁末也会邀请独居长辈 男亲妈妈等等需要关怀的族群 吃团圆尾牙跟领红包 今年的韩式尾牙共计880桌 基金会呼吁各界能够伸出援手 认住一个红包或一桌餐宴 让清韩朋友能够在岁末年中之际 同享丰富佳肴 记者顾参永 蔡博博导 为了加强园区厂商和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 台北市南港软体园区二企 特别举办了一场幸福企业园游会 希望借由摊位美食和表演节目 让平时忙碌的科技族好好放松 彼此联谊互动 营造更有活力的科技园区 师傅站在热乎乎的烤网旁 仔细翻动烤肉架 眼前这些山猪肉和香肠 都是准备提供给参加园游会的员工和居民享用的美食 也宣告着一年一度的南软幸福企业园游会正式开始 他进门叫两只猪 然后85斤香肠 这样子 其实销量都很不错 对对对对对 我老公在这里工作 刚刚买了什么 买葡萄买饼干 打造群聚以后打造他们的横向联系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把很多厂商的产品 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展示 一个展示区统一展示 协助他销售 协助他行销 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个愿景 为了促进南港软体园区厂商与员工之间的情谊 南软二旗管委会特别邀请园区内的厂商和餐饮业者设摊 共同举办幸福园游会 还邀请猛男舞团前来表演 炒热现场气氛 以我们南港软体园区的产值 第一区产值达到2900亿 所以以单位面来讲 我相信在全国园区来讲也是一个翘主 所以未来我们这个工业局也会搭配着这个管理委员会 提供其他更好的相关设施 透过摊位美食和表演节目 让平时忙碌的科技族群能够好好的放松休息 彼此联谊互动 营造更有活力的科技园区 而南软园区除了举办园游会 也会在岁末年中之际举办慈善一脉 希望透过厂商们的协助 营造南软成为身心健全 充满爱心的科技园区 台湾大台北书位新闻曹德华采访报道 晚安回来金传奖机又志工专题报道 要带您认识台北市立图书馆志工林怡 希望阅读的林怡坚持为孩子说故事20年 就是希望唤醒孩子对阅读的本能 从书本里找到童年最淳朴的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凯波大台北书位新闻 年关将近许多上班族辛苦上班了一整年 等的就是年终奖金 不过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8成2的上班族不等年终就想跳槽 也有8成5的企业已经在年前开始增财 人力银行就表示如果等到年后才开始找工作 机会相对困难 而且薪资调整的幅度也不会太高 才会让求职者宁愿放弃年终 提前卡位强职缺 先在桌面喷洒清洁剂 再用湿布擦拭 又自清洁干净之后 可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最后还要用干布再擦拭一次 才算是真正的清洁完成 这是32岁的小T 10月才离职 现在是家室清洁公司的兼差员工 但是赚的薪资却比正值还多 28岁的Stacey 领着第一学府政治系的光环 虽然坐上了外商公司业务主管的位置 却常常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只能靠咖啡跟苏打饼干果腹 也决定在年前离职 重新找寻自己喜欢的事业 而口齿清晰的静语 大学时就在餐饮业打工 在外面工作了一圈 最后选择加入连锁韩式餐饮集团 短短不到两年 就已经从外厂储备干部升到副店长 薪水也跟着三级跳 以前是没有三千管道的 那现在的部分的话 我就是三千管道 还有我们的环境 都是我满喜欢的 因为我们每一家店都会 每个月的级跳奖金 都是盈利的净利 然后再拨15%出来 然后给所有的同仁当绩效奖金 两成五的上班族 其实认为自己是真的领不到年终奖金的状况下 大家确实会想说那干脆不用再等这个金额出来 直接就是先跳槽 所以变成说裸磁组的比例 我觉得今年看起来是接近有两成这样一个状况 年关将近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82%的上班族不等年终就想跳槽 更有六成五已经离开开始找工作 另外也有八成五的企业已经开始在年前征柴 人力银行研判 这应该是大环境的景气差 苦等年后才开始找工作 机会相对困难 薪资条幅也不会太高 才会让求职者宁愿放弃年终 提前卡位强职缺 提醒有意转换跑道的民众审慎评估 凯波大大百数位新闻草段话采访报道 也有近十万会员及五百间店家的 我们三重人网络粉丝团 为了和粉丝互动 特别举办了我们三重人三重剧活动 以主题四集 相亲体验和庆生会的方式 让大家一起观摩交流 店家代表拿着得意的产品 卖力在红地毯上走秀 希望能打响知名度 拥有近十万会员及五百间店家的 我们三重人网络粉丝团 为了拉近乡亲彼此间的距离 特别举办我们三重人三重剧活动 以主题四集 乡亲体验及庆生会的方式 让大家有一个观摩交流的平台 每个月15号把特约店家 就是举办一个三重四集 然后也帮每个月的乡亲 该月份的寿星办庆生会 让大家来这个地方呢 有机会一起聚聚 然后原本不认识的三重乡亲 也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彼此交流 一起温暖三重 这次手办的四集活动 以秋冬保养为主题 邀请时间特约店家 展售相关商品 再次的部分 包括有羊肉炉 养生茶饮 滋补的普烧曼 以及天然有机的饼干等 而擦拭的部分 则有医美级的保养品 及健康养生的精油 另外四集建议的凯博大宽瓶 全联数位有线电视 也展出各项数位化的家子服务 我们是自然风味素食馆 很高兴参加我们三重人 这个集会市集活动 为了要推广更多的素食 让大家吃得更健康 欢迎大家也一起来参加这个市集 彩菲芝经由十八店 然后我们带给他家的是 健康 自然 养生 针对酸痛的问题 都可以到我们十八店来享受 我们三重人粉丝团小编强调 其实三重有很多优质店家 不管十一住行娱乐通通都有 希望透过每个月三重聚的机会 让乡亲更了解店家特色 也希望借此活动 活络三重的在地经济 为了增进台湾新移民的情感交流 台北市大安区公所从五年前开始 就透过脸书 星星相连FB互相交流 作为和新移民朋友 长期联络的互动管道 而区公所也邀请了新移民 和独居长辈欢聚 透过彼此的互动 让长辈们也能够感受到社会温暖 台上演唱卖力 台下热情伴舞 打拍子 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一手手怀就惊许 让爷爷奶奶们听得乐不思数 接下来歌手开放点歌 邀请来宾上台 共享欢乐气氛 自宫们用桥手为长辈打理清爽造型 台北安和福伦社也分送红包 给独居老人陪伴关怀长者 原来今天是大安区公所庆祝 大安全岸活动十周年的日子 同时也是心心相连FB 新移民成员回娘家的时候 每年都有把我们新移民的学员 邀请回来我们大安区公所 希望他们把大安区公所 就当作他们娘家 也让他们了解到台湾人的温度 那我们新移民 我们办了很多很多的课程 包括电脑班 语言班 舞蹈班等等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凝聚大家的情感 那也了解台湾的文化 像我们跳舞需要剪切音乐什么的 都是在电脑课长学到的 然后群公所不但是让我们学到一些 这些知识方面的东西 而且会增进我们的感情 就像同学会每年一度都有 让我们大家在一起 就一起庆祝一下 就感觉增进彼此的距离 最末的时候我们寒冬送卵 然后给送一个爱给他们这样子 然后让他们好度一个好年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会来关怀这些长者 然后就像今天的话 跟配合大安居公所 他们来我们来竞争一个 那个关怀的一个红包 那他们也会办一些活动 成立五年的大安新兴相连FB 目前好友人数早就突破两百位 每一年固定时节 居公所都会举办活动 让彼此早已向亲人的成员 互相串门子加油打气 而今年更多的引发关怀 让新移民朋友跟独居长辈借由活动 串起更多生命互动 共享欢乐时光 现在行动装置普及 让许多孩子年纪轻轻就成了低头族 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 更别说能被优美的文字感动 喜欢阅读的台北市立图书馆志工林怡 坚持为孩子说故事 而且一说就是20年 就是希望唤起孩子对阅读的本能 从书本里找到童年最淳朴的快乐 安静的图书馆 隐约传了一阵小孩子嬉闹 以及温和的阅读声 林老师说故事时间 提静谧数目的图书馆 增添了一丝温馨欢乐的细分 今天说故事的林一老师 可是又将近20年的说故事经验了 对他来说 每个孩子都像是自己的小孩 因为我也未婚 那就很喜欢小孩 那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 你来做一些 有关于小孩子方面的志工 那刚好我喜欢阅读 所以来阅读 然后又告诉小朋友一些 说一些道理 到了中午 天天呢就来这草丛里面 哇 当志工最快乐的是什么呢 林一说孩子最真诚的反应 就是他这么多年来 持续说故事的动力 我说故事说到 小朋友每一个都嘴巴开开的 你会觉得 就很像妈妈在看小孩的时候 给你的那种感觉 小孩子就是这样 看着你 然后你就被你这样吸引 然后可以有点自我满足 就是有一群小粉丝 这样看着我 好 打开以后 我们要折大三角形 颜色折出来 除了说故事 林一也会准备一些美劳课程 让孩子听完故事之后 可以动动手 同时也能观察 每个孩子不同的个性 我有时候喜欢在折美 的时候注意小朋友 他有没有细心 像有的我就刻意讲说 折指你一定要 对齐角对角 线对线 那有的小朋友 你就从这边 你可以看出他们一些个性 那有的小孩子 他很快听得懂你的意思 那你就可以发现 每个小孩 然后你称赞的话 他们就很高兴 小朋友的反应相当热烈 家长也对这样的课程 抱持着肯定的态度 就是因为要培养他们阅读嘛 然后如果这样子 小朋友一起听故事 其实好像对他来讲 比较有吸引力 比较有趣 然后还有一个 手作的那个活动 也会让他们觉得 比较有趣啊 对 孩子们天真的笑容 与纯真的眼神 支持着林一讲故事 二十个年头 只要孩子有需要 林老师说故事 会一直持续下去 用故事温暖每个童年 正木凡黄俱杰采访报道 一旦近视 未加以控制 可能变成高度近视 近视越早 度数增加越快 高度近视 机会也变大 高度近视 亦产生相关并发症 严重 可能导致失明 提起您 二不三要 护眼原则 做好孩子的视力保健 多到室外 减少近距离 用眼的时间 预防近视的发生 和恶化 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 关心您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新北市卢州神匠文化祭热闹登场 而卢州在地的神像雕科大师王两船 也特别在紫禁城博物馆门口 展出四十年前 自己亲手制作的尾头和前蓝两尊神匠 希望民众在参观的同时 也能够了解神匠背后的故事 我怕神匠背后的中校结义的精神 怕人家都不知道 怕误导 所以今年我特别配合神匠文化节的活动 把我的作品 这两尊 你们利用礼拜六礼拜天 就是这个神匠文化节的活动期间 周修两路 只会有特殊状况 绝对都会开放 背后会教尾头护法 两位神匠的背后历史精神 这两尊将近四十年的神匠 不但是卢州的开源八大神匠之一 也是卢州庙口形象三圈的守护神 由于当初用料纯正 手工精细 因此重量与质感 都有别于一般的神匠 现在一般毛衣上 为了什么 重量太重 减轻身上的盔甲的金充线 金充线 它的含金量比较高 所以重量会比较高 比较重 第二点 它的头盔 头盔现在为了方便 为了省钱 为了快 所以用百里龙做体型 压谋 百里龙做球 外面裹一顿粉 所以那个看起来不是真正 我们古代的龙球 在卢州土生土长的神像雕科大师 王两传 长期致力于文化推广 认为神匠才是卢州文化的根 因此当初新北市在推展 一箱一特色时 他力排众议 坚持以神匠文化来代表卢州 虽然推展资金成果已相当丰硕 但他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被误导 应该认真考究 成人把神匠背后的忠孝结义精神 发扬光大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伦鸣红采访报导 台湾熟议 台湾熟议当时已经 我们来做会的年代议 我们来做会的年代议 近日咱们才在说已经是立冬了 天气还是很热 但这一天开始感觉会冰 尤其是北部地区温度价格16岁 而且不时还会落门门的雨 雨没说太大 但如果是没去好算 辛苦还是会冰 我们来看这句台湾首议 这句话是 门门的雨落过头马的雨 门门的雨落过头马的雨 门门的雨就是说 雨没说太粗了 曾是有人问我们说 现在外面有在落雨 我们就能说 门门的雨 门门的雨 门门是说落雨门的雨 也能说是雨门的雨 虽然门门的雨没说太大 但如果是落得更久的 土下也是会冰 所以这就像法技所说的 积少成多 这就是比如说 成功不是一时的 都是要靠冰箱时 一点一地累一起来 然后一部的人都说 有心打酒 酒吃酸 有心开酸 酸吃酸 就是这个意思 做一件事 可能每一段时间来看没效果 如果只要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会成功 台湾小企 充满到新华地匪 跟大家做回来分享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祝你们平安顺息 咱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